一个生活在我国北方不断迁徙的神秘部落 这也是咱们国家唯一的仍然在山里面居住的这样子 他们以森林为家 放养一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它是半野生的动物 布东侠是这个部落能歌善舞的女强人 她为何要放弃安稳的生活 在山上与这些动物待在一起 我说你要是喜欢下山的话 我说咱俩就可以离婚了 密林之中到底是一种什么神秘动物 让布东侠如此迷恋 这些动物又将给它带来怎样的财富 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生财有道 致富从这里起步 各位好 你正在收看的是生财有道 我是肖威 我现在是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根河市 根河市的地处大兴安岭腹地 所以这里森林多 森林覆盖面积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多 你想不看到绿色都难 在根河市境内还有一千多条河流 所以这里环境好的像和一幅画一样 不过这次既不能关井 也不能游水 我有更重要的任务 我的任务是到原始森林里面 去找一个非常神秘的部落 这个部落的族人人数不多 只有两百多人 而且他们也没有固定的住处 他们常年过着迁徙的日子 这个部落是我们国家最后一个狩猎部落 叫奥鲁雅厄文克族人 走吧 我们去找找看 你看原来这个部东侠部落 这个部东侠就是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 我跟你说 这个部东侠它养了一种动物 这种动物被誉为是森林之粥 就靠着养森林之粥 每一年的部东侠都可以有几十万元的收入 那么这个森林之粥到底是什么呢 赶紧去找部东侠 那边有一个正在晾晒皮子的一个小个子的一个大姐 咱们去看看是不是部东侠 你好 你好是部东侠吗 对对对我就是部东侠 你们是哪里来的游客呀 我们不是游客 我们是正来拜访你的 欢迎欢迎 他就是部东侠 由于要在这森林之中照顾自己放养的动物 部东侠现在已经有三个多月都没有下山了 据介绍 他放养的这些动物 现在不仅给他自己带来可观的收入 而且还有森林之粥的美誉 拖一些生活用品 放下一个领子 一拖住十来公里 二三十五公里 四五十五公里 翻山 森林之粥能帮人拖运东西还能赚钱 那么部东侠到底在这密林深处养殖的是一种什么神奇的动物呢 就在部东侠要带我们去见识这种动物时 刚好一群外地人来着大山深处探访敖鲁古雅厄文克族这个神秘的部落 看见有陌生人上山 热情的部东侠忙着张罗迎接客人 你们今天太好了 现在你们去看驯鹿 这往来 他说话吗 他也不剃的也不咬人的 我说可以可以这么剑的他这就可以 他那个绒他不太喜欢上门 盛大长人起的就是这个驯鹿 好了这个驯鹿呢就是公鹿母鹿都长绒 它不像就是马鹿没法鹿了 江子牙也起的驯鹿 对对对 江子牙 原来故东侠养殖的是驯鹿 驯鹿又名角鹿 一般生活在加拿大瑞典 以及俄罗斯的森林之中 西方传说中的圣诞老人做的雪橇 就是用驯鹿来拉的 在我国驯鹿主要有厄文克列民 以半野生的方式饲养 目前全国也只有1200多头 在过去驯鹿一直是 奥鲁古雅厄文克族人的交通工具 所以奥鲁古雅厄文克族 也被外界称为驯鹿部落 驯鹿部落顾名思义 也就是使用驯鹿的部落 像你现在大概养了多少头驯鹿 有70多头 不过今天 现在还是吃蘑菇了 吃蘑菇的时候 他就不喜欢 不太喜欢回来了 今天回来将近有30多头 其他的全在外面吃蘑菇呢 对对对 那是好吃的 新鲜的是吧 他吃蘑菇都吃好蘑菇 他要不吃这蘑菇 咱们人就不能吃 那你看你养了这么多70多头驯鹿 那你都知道吗 每一头你都认识吗 每一头都有名字 都有名字啊 对对对 那咱跟前这两头呢 这个是我家 我儿子给他起的名叫公主 他小时候自卖漂亮来的 哦 那是个女孩子公主 对对 这是马卡拉 马卡拉就是胖的意思 你看 对 他就比这个胖吧 他从小就那么胖 哦 我们就叫马卡拉 他呢 这个是黑色的 就是黑色的 富东侠不仅给美头驯鹿取了名字 而且还熟悉美头驯鹿的脾气 就是这群驯鹿 现在每年能给富东侠带来几十万元的收入 让人想不到的是 就在几年以前 如何养殖这群驯鹿 还是一个让人头疼的包袱 还差点导致自己家庭破裂 那么 是什么际遇 让这些包袱变成财富的呢 这期间 富东侠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企图 富东侠以前一直和族人在森林中过着游猎生活 往往是驯鹿到哪里觅食 他们就把家搬到哪里 2003年 根河市政府为了解决部落迁徙不定的生活 投资新建了这些房子 但他们开始定居 当时富东侠和家人也分到了一栋房子 但是定居下来后 他们就不可能到离定居点很远的森林之中 放养驯鹿了 在这些居住点附近 当地政府还配套建设了 饲养驯鹿的建设 然而出乎人们预料的是 驯鹿在眷养的过程中 开始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 是什么原因造成驯鹿不断消瘦呢 就在人们满怀疑惑 寻找驯鹿消瘦的原因时 驯鹿已经开始出现死亡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驯鹿出现消瘦 然后死亡的呢 原来驯鹿一直是在森林之中 以伴野生的方式自己放养 由于不习惯圈养时的食物 最终造成营养不良而死亡 但在山上去放的话 它是吃什么东西 夏季 苔藓 树叶 蓝莓 各种椰果 树叶有绿叶树的叶 和是花树条的叶 草 那冬天呢 冬天主要是这个苔藓 就这种苔藓啊 苔藓 苔藓 这是驯鹿的种食 就冬天树叶掉了它就吃这个是吧 对对 驯鹿不能圈养 只能在森林居中自由放养 驯鹿放养也就意味着 敖鲁古亚厄文克族人定居下来以后 又要回到森林 跟着驯鹿过着不断迁徙的生活 因为驯鹿到哪里放养 人就要跟着驯鹿不断搬家 当时一些人看见为了驯鹿又要上山居住 于是就放弃了驯鹿养殖 看见一些人放弃驯鹿养殖 在山下生活的有滋有味 当时布冬霞的丈夫也有些不想上山养殖驯鹿了 因为孩子还年幼 丈夫想在定居点稳定下来照顾孩子 为了孩子吧 也是为了这个生活 主要考虑孩子想放弃 我就是对驯鹿就是偏重一点点 对孩子就是孩子可以就是住校了或者是住宿 对我们可以花点钱 驯鹿不可以 驯鹿你要是没人管它了那就不可以了 丈夫不想上山养殖驯鹿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养殖驯鹿主要是靠出售鹿绒卖钱 但是当时驯鹿绒的价格并不是太高 辛辛苦苦在山上养殖一年也挣不了多少钱 驯鹿一斤是二百块钱一斤 四百块钱一公斤 特别特别钱 挣不了钱还受苦 所以丈夫当时就想放弃养殖驯鹿 但是布冬霞一直把驯鹿当作家人看待 一心要在山上以驯鹿为伴 他就说下山 我说我就不下山 我说你要是喜欢下山的话 我说咱俩就可以离婚了 这个驯鹿我是根本不可能舍弃的东西 看到布冬霞不惜离婚也要在山上养殖驯鹿 丈夫只有硬着头皮和布冬霞一起上了山 而这一待就是三年多的时间 期间丈夫销良库始终有回到山下生活的想法 但是每次都以自己妥协收场 布冬霞和丈夫在山上守着驯鹿过着清廷的日子 谁也不知道这日子到底能扛多久 就在两人还在对生活的拮据感到手足无措之时 一个改变他们命运的举措 以悄然在根河市拉开大幕 那么布冬霞和丈夫又将经历怎样的人生起伏 他们又将如何靠世代传习下来的驯鹿 获取令人羡慕不已的财富呢 根河市地处大兴安岭户地 以前这里主要靠向外地输送木材为主要收入来源 自从国家实施天保工程以来 木材采伐量锐减 为了弥补木材采伐巨减而带来的收入减少 2008年 根河市决定把旅游作为一个主导产业来发展 在政府的引导下 当地的旅游很快就有了起色 布冬霞不仅是厄文克少数民族 而且还在大山深处 养着一群国内其他地方见不到的驯鹿 当地政府便把他的生活起居和驯鹿 一起打包作为一个当地旅游景点向游客推荐 很多游客带着好奇 来到布冬霞这里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和观看驯鹿 我们的游客要体验一下当主人的感觉 khusat 只接着不特别分 喜欢 喜欢 多少 使用 清 留 准备 Auto 准备 饭 游客来这里参观体验 都会向布东侠交20元的门票费 夏季是当地旅游旺季 来的客人比较多 所以布东侠有时还要请人 帮忙招呼游客 除了门票收入外 更让布东侠高兴的是 有的客人在看到迅路后 就让布东侠现场歌曲迅路的录容 买的人多了 原本低价都很难卖出去的录容 现在变成了抢手货 价格自然也上涨了不少 以前一斤录容 是能卖五百块钱一斤 一世斤 现在达到是两千一世斤 两千一世斤 涨了几倍了 最早好几倍了 早四倍了 驯鹿和梅花鹿不一样 驯鹿公母都会涨录容 如果不割取这些鹿绒的话 到年底鹿绒也会自己脱落 只是自己脱落时 鹿绒已经完全没有了要用价值 今天刚好有客人要买鹿绒 所以布东侠开始在鹿群里 挑选适合的驯鹿 准备歌曲鹿绒 过来 过来 人家就黑雪 我是主动 这是一个技术会 怎么呢 你记不好它出血 那你现在要记到什么位置 就能够让它少出血 颈根 颈根那 那现在锯的时候 有什么技巧和方法 让它能够少痛苦一点 它动的时候别锯 如果动的时候 咔咔咔咔 你得快是吧 要抖的一样 布东侠一般都是 整部鹿绒一起卖给游客 如果有时间的话 把鹿绒切片卖会更赚钱 在根河市的一些旅游景点 就有人专门向游客 出售切片的驯鹿绒 初次买鹿绒切片的人 基本上搞不清 梅花鹿和驯鹿的鹿绒的区别 这个切片呢 就属于是梅花鹿绒的切片 这个 像这个呢 就属于咱们这个驯鹿绒的切片 那个切片看着大一些 对对对 那在 功效上这个梅花鹿和驯鹿绒 它有区别吗 整体来说还是有区别的 就是论医药 还有营养的成分来说 咱总体来说 还是驯鹿绒 要比那个梅花鹿绒的营养功效 要高一些 据布东霞介绍 现在每年都要杀掉一批雄性驯鹿 因为在一群驯鹿里 雄性多了 会因争抢交配权而打斗 这样不利于驯鹿群的壮大 宰杀的驯鹿 除了鹿绒和鹿皮 可以卖个好价钱以外 驯鹿身上的其他部位 卖价也不低 这个就是 这是路边 这是路金 像这个路金的话怎样卖 这个路边是一千五 这路金是二百块钱 这个路边就是 每年发行器的时候 我们都得杀一批驯鹿 杀一批公路 那像这个驯鹿角多少钱 这个驯鹿角的话 就是一根单根 我们一般都不卖 就是这个单根的就不卖了 不过它你看 这会儿它还损坏了 就是发行器打架的时候 跟别的公路窗架弄坏了 这不卖了 像这样的就卖了 像这样的就是一副 一副多少钱 这样的一副的话 就是一千五 这样贵啊 对啊 因为它 它的形状好看 他们就是要这个东西 就是为了 他们买完我这个点了以后 再买一把刀 把它把刀向到顶上 它不是拿来去做药用了 是拿来做工艺品的 是吧 对对 你看它这个驯鹿的 浑身都是宝 如果比如说我们不在这养了 然后到其他地方去养 可不可以 不可以 怎么呢 驯鹿就是半野生的 它主要是吃那个苔蜆 别的 中国就是澳湘 这个地方有苔蜆 别的地方没有苔蜆 没有 对对 驯鹿光吃这个东西 我听说 它那个苔蜆里面有 那个非常丰富的 像什么叫 不饱和脂肪酸 什么八中四七酸 是让它增加抗寒冷力的 对对对 驯鹿再说就是喜欢冷 它不喜欢热 如果它没有那个苔蜆 然后换了环境 换了一个温暖的环境 它就不能够生神了 对对对 现在布东霞这个路群 大多是母鹿 只要三四头公鹿 母鹿每年也能割取鹿绒 原来几乎成了自己累赘的驯鹿 现在却变成了摇钱树 每年给它就是给它买的这些什么 豆饼啦 盐啦 或者是就是它有病啦 或者什么 一个驯鹿一年 给一个驯鹿 我应该是给它就是用到驯鹿身上的应该是达到将近是130块钱左右吧 70头里头一个一个驯鹿是130块钱 什么都夹到里头呢 就是有病啦 或者吃豆饼啦 吃盐啦 这些 不过一个驯鹿就是给我的就是 它我从它身上能得到什么呢 就是 它就是公路这些公路的路中吧 公路的路中有个十一二斤 不过我们一般都不拒 母路的路中也就是个两三斤 一年一个驯鹿能给我 能给我创造的价值 可能也就是三千到 三千五到四千块钱左右 仅仅是歌曲鹿绒 现在每年就能收入二十多万元 这让布东侠心里乐开了花 就在旅游点的人越来越多 收入也逐年看涨之时 一场潜在的危机已经悄然而至 而这场危机是自己朝夕相处的驯鹿 差点走上了灭顶之灾 那么布东侠将遭遇怎样的变故 再之如家人的驯鹿 又将遇到什么样的灾难呢 2011年夏季的一天 布东侠像以往一样 起床后就去给驯鹿生火 熏蚊虫 一般生完火后 驯鹿就会自己围在有烟的地方 但是有几头驯鹿 却出现了令人反常的现象 他就跟他躺着 你就看着这个驯鹿 你怎么打他 他也不起来 他也不去上瘟烟那块待着去了 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难道是驯鹿生病了吗 布东侠的心里充满了疑惑 怀疑就是赶上连雨天了 就怀疑他是感冒了 或者是这个大陆就是吃着毒蘑菇了 由于很少下山 所以布东侠在山上备有一些常用药品 看到驯鹿生病 布东侠就当作感冒给驯鹿用了药 就是治感冒的药 我们山上的条件特别艰苦 我们不可能说是驯鹿得这个病了 我们专门有这些各式各式各式各样的药 我们就给他打什么先锋了 然而让布东侠忐忑不安的是 给驯鹿用药后却一点好转的迹象都没有 一连几天 驯鹿躺在地上 不吃不喝也不动弹 驯鹿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呢 自布东侠从小接触驯鹿以来 一直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现象 在焦虑不安中 布东侠赶紧找人下山请来了受益 当时怀疑是八十肝颈病 因为有那些驯鹿吧 就是八十肝颈病和坏色肝颈病 这两种疾病比较常见 对比较常见 所以当时就怀疑可能是八十肝颈病 当时用的什么药啊 看到兽医给驯鹿诊断并用了药 布东侠稍微松了一口气 以为驯鹿会好转 然而出乎人们预料的是 驯鹿不仅没有好转 几天之后 驯鹿的病情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他眼睛也睁不开了 肚子也大得不得了 像个大皮球似的 还是没有对没有好转的迹象 把他抓了慢慢自己 就逐渐死亡 驯鹿接连死了四口 整个鹿群弥漫着一股死亡气息 还会有驯鹿出现类似的现象吗 那段时间里布东侠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坐卧不安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造成驯鹿死亡的呢 原来造成驯鹿死亡的罪魁祸首 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塑料袋 那么驯鹿又是怎么把塑料袋 吃进胃里的呢 经过反复查找原因 布东侠最后弄清楚了事情的原味 我的游客可能是他没注意 就是把这个就是咸菜袋了 或者是有咸蛋的那个袋扔到地下了 让驯鹿吃着了 驯鹿他就是 他驯鹿是导教的东西 就是反除了动物 他就是反不出来了以后 驯鹿就是硬硬 就是这个袋隔肚子里头就出不来了以后 他就硬撑 就是反不出来硬憋死了 现在一看见有游客拿着塑料袋 布东侠就会反复叮嘱对方 别乱扔 等游客走后 自己还会到周边去检查一遍 有无游客丢掉的塑料垃圾 现在鹿群再也没有出现 因为吃塑料袋导致死亡的现象 母驯鹿基本每年都会产子 产子后的母鹿如果奶水有多余的话 布东侠就会拿来给客人们品尝 它不会像马一样撂卷子什么的吧 对不会 它就一个驯鹿就能出这个缸子 也就出半缸子 这么点 闻了 哇 吃那种乳香 非常浓郁的乳香 很宝贵的 尝尝 很好喝 我跟你讲 吃那种 很浓郁 很浓郁的奶香 然后呢 另外有点甜 很好喝 但是我也舍不得 驯鹿每年春季产子 小鹿生下来几个小时 就可以跟着母鹿外出奔跑 现在是下午五点多钟 小驯鹿马上就要跟着母鹿外出觅食了 驯鹿又晚上出去觅食 白天回来休息的习惯 晚上相当凉 虾门和蚊子都猫到草里了 它晚上吃东西就咬不着它 那东西都猫起来了 另外晚上就湿得好 它的视力和白天没什么区别 用手电一晃 它眼睛是发懒的 驯鹿晚出早归 有的驯鹿贪吃 白天也有可能不回家 但是一般不会超过两天时间 今年六月中旬的一个下雨天 驯鹿照例晚上出去放养 但是令人蹊跷的是 整群驯鹿第二天一只也没有回来 第二天我们都没担心 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天就能停了 驯鹿自己就能回来了 暂时接连三天过去了 驯鹿还是没有踪影 布冬霞的心提到了嗓子哑上 就在布冬霞焦虑不安之时 他又听到了一个令人惶恐不安的消息 难道自己的驯鹿也遭到黑熊的袭击呢 虽然当时下着大雨 但是布冬霞再也坐不住了 他和丈夫决定 他和丈夫决定循着迅路外出的方向 去密林深处寻找入群 我们穿着鱼 穿着靴子 靴子都灌包了 靴子里头 特别特别疲惫 就是你从两点多钟找 一直找到七点多钟 已经浑身都已经湿透了 好了 还没吃饭 饥饿 疲劳 担心 几乎浇灭了布冬霞最后一丝希望 在密林中走了几十里路 就在布冬霞几乎要放弃的时候 他终于看到了自己的鹿群 鹿群都是在一个秘密的林子里爬着 我刚开始看到那个鹿群的时候 我是特别特别高兴 因为我这些群 我一扫一眼我就知道 我这所有的群鹿都在这里 完了 后来又特别特别生气 你们为什么不回家呢 布冬霞找到鹿群后迅速清点了一遍 发觉一头不少 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经历了这次虚惊之后 布冬霞对鹿群的看管更加小心了 有了鹿群就有了财富 看着不断壮大的鹿群 布冬霞的心里还是就一丝的隐忧 那就是由于鹿群近亲交配 出现了种群退化现象 好在当地政府正积极向国外引进驯鹿来杂交 到时布冬霞的驯鹿群也将因此而受益 布冬霞说他非常遗憾的是 虽然驯鹿这种生活方式可能传承不下去了 因为太艰苦了 等有一天他说他看不动了 他就会把他手里这些驯鹿全都放归到大自然当中去 因为驯鹿本来就是森林的 好了 让只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萧威 我们下期见